疫苗会不会对人体有害? 现在就等我们看看疫苗一般会包含的成分 第一是抗原 这些是一种灭活或者减弱了的病毒或细菌 用来训练身体识别疾病 将来万一遇到这些病菌 就可以产生抗体对抗它们 第二是坐剂 有助增强我们的免疫反应 帮助疫苗更好地发挥作用 另外还有用来维持疫苗效力的防护剂 以及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保护疫苗的稳定剂 其实疫苗的成分 很多都天然存在在人体、环境和食物里面 这些成分和疫苗本身都经过全面核对和监测 确保它的安全性 至于新冠疫苗在香港批准使用之前 更要经过严谨的程序和审核 也会有机制监测可能引起的不良反应 所以大家绝对不用担心